Droitiste-Moderre-Rouhane-Mine 是一個其他選擇的 由於西洋廠 當然, 為成計孫總理為之 北伐成功, 國共必須合作 我們的人民… 如指長江是包括中國 上世紀初五十年的歷史 中國的內戰, 以及被日本的侵略 和歐西各國想瓜分中國 等等經過的事情 我就是一國領袖的夫人宋美玲 也是近代, 應該說中國歷史上 最出色的女性之家 一個很有理想 很有信念的政治家 他真是愛國愛民, 救國救民的 那種理念才能感染到 整整另一個國家的人民 美國 令他們由上至下都這麼支持抗日 給了我們38億美金 當時的 等於現在3800億美金 都是宋美玲的演講 去拿回來的 幫助了這個國家很多 當時我們用這筆錢去抗日 給了百姓用 那就是真的令當時的社會變革 革命是有很多正面的幫助 我們決心為中國革命 作出最大的貢獻 我也是現象介紹的 當然是宋美玲的長夫 近代中國是一個非常刺測空運的人物 作為一個這麼有野心的政治人物 其實跟很多歷史上的政治人物一樣 其實它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有一夥很厲害的野心 它為求達到目的它會用盡任何方法 以往我演藝過的《月世海》 它都是一樣 它為了自己追求一個做皇帝的夢想 其實它付出了很多 也犧牲了很多 這個戲裡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夢想 就是每一個人 尤其是當時有這麼關聯的人 其實他們在追求自己的夢想 它也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其實在當時的形勢 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 比如蘇聯、美國、意大利、德國 其實他們對中國這個地方 其實都有一些侵入性 但是為什麼它是要對付了共產黨 先不要理其他的國際勢力 它一定是有它一個很肯定的想法 我們現在跟你說的是天長地久的大計 你要好好地控制一下你的壞鬼 我想我不知道有什麼主意 我只是想找出一個方法 能夠在兩個小時連四十分鐘之內 能夠講到一個四十五年 一個很複雜的中國歷史 所以我只能選擇幾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我猜想的一個轉捩點 當時蔣家和宋家聯合起來 有美國的大力支持 給了幾億元給我們做資助 到底為什麼終於會失敗 這個戲《孕育》的時候是1989年 全球華人《雙國市》的時候 我想起要寫這段戲 要留五年十年 三個月就走回來了 現在不行, 那個地方怎麼捱下去 外邊說得好聽 以為他們變成新天新地 誰知烏天黑地 不能吃, 不能喝, 這樣的地方都不是人 還以為你很佩服他們的高紀秩序 這件事我沒搞錯 只要我們學到他們的軍事學校 紅軍部隊一半作風 就不用跟我們那些土皇帝 是年年月日的打打鬧鬧炒炒平均 是列寧要不起 裡面也審視美國對華的政策 也有講傳教士對中國的下想 也有講到傳媒的手法 即是傳媒建立的形象 到底和真實和事實有什麼距離 裡面有一些台詞文說 其實人民是否想真正知道真相 還是對真相其實沒有那麼興趣 還是我們想做包裝的人 真正是想別人以為什麼是真相 這個戲裡面提出很多這些問題 不是完全是歷史劇 我覺得我只是借過一段歷史 講一些我個人很關切的問題 就是追求民主自由 到底老百姓有什麼責任 即是怎麼回事 但至少一定不是說天下太平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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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